我想請教一下阿德 就是說 這種沒有辦法見到最後一面 當然很遺憾 他們怎麼走出來 你有沒有什麼 我有一個建議 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壽命其實 都有命定的壽命 對不對 而且也不是說 誰的壽命比較長 人生就比較好 人生壽命比較長 其實是人生的考驗 的項目比較多而已 就這樣而已 那我覺得既然是 這個樣的一個角度 我就覺得說 其實任何一個人的 就是壽終正寢 都是很適當的時間 都是適當的 因為都有命令的一個年紀 比如說 我說我現在 57歲我掛掉了 我覺得57歲掛掉 我覺得這個壽命 就是很適合我的壽命 對不對 我不用去為了 我覺得58比較好 去執著這個點 然後自己很痛苦 我不需要這樣子嘛 然後我覺得說 要放下 你這怎麼抵擋也沒有用 要放下的部分就是說 不是要放下什麼 而不要去抓 去隨便去抓一些痛苦 譬如說 這個人過世了 那我們來想一想 怎麼歡送他呢 怎麼讓他覺得說 這一刻過世是一個美好呢 我們就大量 就是專注的去想 他在這一生給我們美好基 就好啦 然後呢 這美好基 一旦我們想起來 在複習一遍的時候 然後再告訴他說 很謝謝你陪伴 就是跟你變成朋友 或是變成家人 對不對 那你就 就是 你也做了那麼多美好的事 在我的心裡面 我覺得你完全沒有遺憾 我跟你講 人喔 在回味一些美好的事情 就像說 你去看那個電影 看那個小時候的自己的照片 突然出現那個畫面 你眼淚會掉下來 為什麼 就是 複習本來就會帶來一些感動 對 這時候那個是感動不是悲傷 不用去拍劇 就像說 去見最後的面 要不要見最後的 重不重要呢 最後的面 如果真的那麼重要 我們大家就應該在好好想辦法 如果每個人都不要錯過 沒有在追求這個東西嘛 人生最大的價值不是最後一面 而是 我們有多少相處美好的一個記憶嘛 對 這才是重要嘛 最後一面走有什麼重要的 幹嘛那麼厲害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 是讓活著的人喔 就是 剛剛阿德老師講的是 因為你問他嘛 問他說五十七歲如果他就走了 他覺得OK啊 他沒有疑愛 我們也會很懷念阿德 沒有你們懷念 阿德也是性情中人 因為現在是 你的那個 你這樣感覺好像在告別人講 電話都沒有忘 你的那個形象 身影會留在用場的裏 我不想聽 我覺得重點是活著的人吧 因為你知道他的那個 就是要移鈴大鐵要回來台灣 那在中國有一個命理的大師 他就講了一段話 對 但是你知道這個話是療癒了很多粉絲 不管他講的是真的假的 他說他看到高以翔啊 就是變成天使 然後在他的棺木上面 然後他看到高以翔是 從那個棺木 從天上這樣飄下來 然後進去棺木 他是水晶棺木嘛 所以水晶棺木就是透明的嘛 他就是去擁抱他自己 那據說就是那個 就是他有經過防腐之後的樣子 就是像在睡覺而已 而且嘴巴是笑的 嘴巴是笑的 這個是 就是大陸那邊傳出來的消息 那這個 這個大師就是說 他看到高以翔 從空中下來擁抱他自己 跟他自己告別 而且 就是他要回來的時候 很多粉絲觸擁在旁邊 就是要送他嘛 那他是跟所有的人揮手的 所以在一些粉絲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就覺得說高以翔是笑著離開 他也不希望我們難過 那當然我相信他的家人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雖然他們沒看到 但是透過這個 所謂能夠通靈的大師的說法 或許心中會有一些慰藉